新竹市长高宏安跟大批支持者一一握手 庭外暖心 法庭内也有男友李中庭坐上证人席 李中庭穿蓝色西装外套 还刻意跟高宏安走不同大门 但是他在庭上先自报 李中庭称高宏安曾经以微信转账人民币两万一千元 作为他五个月的薪资报酬 用意是要强调高宏安有付他薪水 但是检察官当场询问 薪资所得有报税吗 李中庭尴尬表示没有 等于逃漏税被抓包 根据小兔的说法 当时零用金制度设立的目的 就是为了筹高宏安立委办公室的装潢费45万差额 李中庭当下也有在笔录中提到 他说公金金的目的就是为了还他钱 但是他开庭的时候突然改口 他表示不知道自己笔录的时候再说什么 这说法等于李中庭自打脸 也成了对高宏安的不利证词 市长陈焕宇说的是真的吗 前办公室主任陈焕宇也咬高宏安 在福报加班费被媒体爆料时 高宏安特意找陈焕宇 以及前助理两个人到新竹 私下请他们不要乱发言 还说零用金制度不用担心 他会帮忙找律师 更要陈焕宇转达小兔 手机跟电脑都要销毁 这个做法也是灭阵 尽管17号开庭高宏安律师团把零用金制度 兜倒向是小兔黄慧文艺人掌控 但是高宏安遭到下属毁灭式爆料 证词一字一句都牵动 市长宝座 东森新闻招一姐 优雅新陈明胜台北报道